新大阪和大阪的距離 大阪和京都的距離 大阪和京都的距離 離開NANA 我們回到下塔的酒店 和之前的一天一樣 是在京都 但接著那天就搞笑了 我們之前不知道大阪和京都的距離 是近到這麼交關 於是我們選了另一個落腳點 新大阪站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新大阪和大阪的距離 和大阪和京都的距離 是差不多的 你說這次是否糟糕了 當然不要緊 去旅行的地方當然想見識多大地方越好 但是我們下塔在新大阪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在大阪找不到酒店 在新大阪那間酒店 當然是越近車站越好 好 讓我搜尋一下 嘩 看到有一間叫 Station Hotel 在鄭JR旁邊 這間店了吧 理論上這個計劃是很棒的 但你真的猜不到 它竟然有兩間 Station Hotel 而且是一身一舊 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剛巧就是選了舊那間 而舊那間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當我們在34度的高溫走一會 已經很辛苦了 我們一看到一間 寫著 Station Hotel 我們很開心地衝進去 衝進去 發覺 哇 冠冕堂皇 很棒啊 一個Receptionist 很有禮貌地拿了一張紙出來 我以為他和我們check in 誰知道原來是地圖 告訴我們 舊那間 Station Hotel 應該怎麼走 可惱耶 Anyways 經過了超過10天 我們在北海道和日本東北那些超正 超Enjoyable的旅程之後 我發現我們已經變成一對純情鄉下路了 我們根本上沒有辦法抵擋大城市那種好熱 之前在東北走六七個小時 依然很精神很著躍 還有精神到處找東西玩 但現在下來了大阪 走一個小時已經想死了 結果七月三十三十一八月一日 三天加上拍不足三十分鐘的片段 這一集大結局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收拾好 好 經過了十天的 backpacking之後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Chin Osaka 我們很快等這輛車走了之後 我們便會走人 我們檢查完煙之後 便會是我們懷孕一天的奧巴卡的 好厲害 拍了我的車頭 其實這是我現在的目色 走得 好 非常的猛的太陽 現在室外溫度是34度 一夠雲都沒有 新大阪站 想說什麼 一走過來 其實在這個室外 我們現在還會搭郭坡站 去到這個蘭坡站 因為真是五萬八角路 它是文化園園 實在是大正 還有一個蘭坡場 我們想看看 我們這間Hotel 看不到的蘭坡室 數一數一條街 在這條街裏面 其實新大阪站 只不過是大約五至七分鐘的路程 但是我們剛才揹著大包 小包的東西 哇 真是很辛苦 好 我們起行 其實每個Mega City都是一樣的 我們選了 那間八層高大層層 都是買Gundam的模型店 在南坡站 天人合一的Plaza Number Park 還有會上少少去 魚塘根裡的那間 墨魚小丸子之正宗 好 好 各位 7月30日 我們來了日本十天 終於我們成功第一次放失落 由於我們想去Number區 這個蘭坡區 但是我們沒有跟指示 心急上早了一輛車 這輛車去了一個 叫做Ajikawa Kuchi的站 這個站 大家看一看 這個牌 這個站 向前走 翻轉 不是向前走 再過這個站 就是Universal City 在地圖上 是有的 我知道這個站 就會離開了很遠 但是之前那個站 就是Nishiko做 就是一個比較出名的大站 但是我們現在 竟然是在這兩個站的中間 其中一個 叫做安寺村口的站 而在這個Tourist的地圖上 是沒有這個站 好像我們 終於當失落 但是 沒關係 錯不在將 因為地圖沒有 沒關係 好 我們待會看看這個火車是什麼樣子 都應該是一樣的 太熱了 太熱了 離開了火車站 都沒有拿過CAM 出來 那麼 沒辦法 我自己做Documentary 就算你們飛了一分鐘 修正了我們的行程 之後 很快就去到蘭波站 但是在選出口的時候 選錯了 一出就是對著Number Park 我知道我已經沒有機會看到那間 設計到一塊 零形的Diamond 的演奏廳 也因為大城市的熱量 實在太難受 而不是用我自己原本掌握的路線 我們就走一些魔 也不是走捷徑 純粹是避開了太陽 但是 真是九曲十三彎 又不懂得看指示 花了超過四十五分鐘 才去到那間八層樓高的高達模型店 一到很神奇 看到平時從頂到下的巨型高達海報 沒有了 只剩下頭 為什麼進去 果然一如其海報 只剩下最頂的兩層賣高達 另外那六層賣的漫畫 真是個意識形態 我想就算是加拿大美國回去 很多都看得嘴巴也抹著 真是值得你們自己去看 我不說 大阪的南坡為何這麼出名 其實就等於香港MK 有條女人街 只不過是南坡那條女人街 叫做余塘根 都頗恐怖 直接由南坡站 一直向深齋橋 一度伸延 四五個站 回到大阪站 那裏完全是行人專用區 兩邊是甚麼店鋪都有 而在日本這些所謂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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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你可以很安全地在裡面行街 感覺就像是在拉斯菲加斯走最大的賭場的Plaza 除了這條巾比牠多長100倍 在這個相對舒服的逛街環境下 我們很快就找到墨魚小丸子之正宗 很開心 雖然整條禦堂巾已經弄得很舒服 但墨魚小丸子之正宗仍然是很舊、很大排檔的感覺 要尋找小時候在淺草一條火車橋底 在極肚餓的時候吃到的墨魚小丸子的回憶就不可能 因為實在太棒了 但一拿過去五年在加拿大吃的墨魚小丸子來做對比 你就多走十倍路程找到牠也心甘命底 好,大阪,完成了,Next,東京